大家好,秋日很多花卉都要准备进入冬眠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从夏日开到霜冻,颜色华丽的大梨花 如何做花后修剪及抗导服,哪些品种布导服以及花色搭配 为大家规划花园提供一些参考 花名我都写在视频描述栏,请大家查看 这个视频里的资料都是我从9月3号到9月22号之间拍的 大梨花是多年生囚禁类花卉,优点除了花期超长 形态迥异外,它们生长迅速,种下两个月就开花 花朵形态有球形,单瓣,副瓣等,颜色都非常艳丽及吸引人 这些特点给我们打造四季繁花的花园及配色,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我更喜欢腹瓣大花的品种,花朵大,颜色绚烂,更重要的是花境健壮不易倒服 比如这款紫色腹瓣品种,名为Dalia Mission Violetta 翻译成紫罗兰混合大梨花,株形高,却没有支撑 一株上的花朵形态都不一样,花朵很大,颜色厚重 深浅不一,有深紫色,紫红色及黄色花形 唯一的缺点,花开一周就凋零了 但花苞多,一株上总是花朵静香开放 它的前面我搭配中等高度淡紫色及深紫色的马蹄莲 最前面是黄色地背花卉 这种三文鱼色是Schmoke Daliantricolor 翻译成三色珠宝大梨花的 我一共三颗,它们外花瓣深紫红边 渐变为三文鱼色 里面花瓣是黄色,花心是紫色 花朵非常大,与红色及眉红色的低矮大梨花相邻 色则很有视觉冲击效果 坐在花园,很远就看得到 大梨花是全日照花卉 这颗深紫色大梨花 及另一颗三文鱼色珠宝大梨花 是与玫瑰兼种的 在青黄不接的秋季 玫瑰还酝酿花苞时 就只有大梨花最灿烂了 这几颗粉色深浅不一的品种 有粉色三色珠宝大梨花 外花瓣是粉色 里面花瓣是淡黄色 花心是紫色 仔细观察这些几何图形 真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养花的一大乐趣就是随着时间及季节的变化 花开花落之间 有新奇的发现 这款粉色前面配了低矮的红色单瓣 及金色花蕊大梨花 旁边是80公分的深紫红色的大梨花 紫红色这颗的花朵 有不同花形和颜色 花蕊大 很吸引蜜蜂 这个花坛是以粉色红色 深紫红色渐变过度的色调 高低错落非常养眼 花坛的配色可以用对比色或渐变色 但至少有一种艳丽的色调 花坛才会出彩 这是Golden Scepter 黄金权杖 花球很多 黄色靓丽 红色绒球大梨花 是Rebecca 丝绒般的深红色 及亮黄色花心 浮翠琉丹 红色与黄色的绒球大梨花 作为白色粉色 眉红色百合的背景 很有层次 是花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 以奥匈帝国作家France Kafka名字命名的 是紫色渐变色花瓣 及黄色花心的绒球大梨花 它的花球比红色及黄色小一点 球形大梨花花 花茎比大花大梨花细很多 发生倒幅就要支撑一下 用这种绿色的支撑圈 及支撑杆 看上去不突兀 更像花茎 矮小紧凑的品种 不会倒幅 但腹半大花的高枝品种在80至100公分 也不倒幅 花朵开败了 将藏花剪掉 可以积累能量开新的花朵 如果要剪鲜切花 或者剪掉花茎 就找到一枝的节点上方一毫米处 不要再向下超过节点 也不要离开节点太高 45度鲜碱 因为花茎里面是空的 会进水 鲜碱这里是石芯的 鲜碱不会积水 大梨花的另一个优点是 剪很多鲜切花 也不影响花园的景色 因为花苞及花朵很多 而且大梨花的鲜切花 比其他品种的花卉 颜色持久 特别是绒球形的不掉花瓣 花园里种几颗大梨花 很合算 买一次每年都可以再种 球根还会繁殖很多子球径 除了有时剪掉开败的花朵 做些抗倒幅支撑 也不需要特别打理 如果大家计划种植大梨花 选择时注意花形 花色及高度就可以了 各花店出售的大梨花 名字不同 但花形花色大同小异 如果找不到相同名字 只要按照花色花形 及品种配置 马上就拥有一个 自己设计的美丽而别致的花园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和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